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念佛往生的故事 清朝的宋儒人家乡在江苏无县 嫁给了太学生顾文耀 宋居士平常侍奉婆婆非常恭敬 她的婆婆一直在供奉观音大事 后来她的婆婆过世了 留下了一座宋朝的陶瓷烧制的观音大事像 宋居士每天虔诚地礼拜供养 就这样修行了十多年 后来她的儿子顾晋芳 有一天梦见两位观音大事 身上穿着破旧的僧服 好像在祈求什么 第二天天亮后 顾晋芳遇到一位船夫 拿着两幅画在卖 其中一幅是无道子画的僧相观音 另一幅则是刺绣的宋子观音像 顾晋芳于是急忙付钱 买下这两幅画 并交代工匠重新装表 然后送到乡里的月生庵收藏 过了一年 顾晋芳又梦见那两位大师 他们对顾晋芳说 我们就要离开了 顾晋芳醒来后 急忙前往月生庵 看那两幅画 原来那两幅观音像 废弃在墙壁的夹缝中 已经很久了 于是顾晋芳把两幅画 拿回家中 打开挂在干净的房间里 从此 宋居士每天都在画像旁边 送念阿弥陀佛名号 及各种经咒 每天都恭敬的 瞻扬礼拜 有一天 无道子所画的僧相观音 突然显现在房屋的墙壁上 过了八天 另外一尊 另外一尊宋子观音像 也出现了 善才童子龙女的像 也先后出现 于是 他们就照着显现的画面 把这些圣像 刻在了墙上 圣像 流光一彩 大放光明 从此以后 宋居士戒除昏星 一心一意 修行净土法门 宋居士 晚年得了麻痹症 每天都需要 旁人的扶持才能下床 但是 宋经念佛 依然没有间断 不久之后 又染上了热病 病情加重 半个月 卧床不起 临命中时 宋居士 告诫几个孩子 要各自遵守自己的本分 让他们一同称念佛名 不要哭泣 宋居士 则双手合掌 举到头顶 宋持曾经学习过的神咒 这时 忽然闻到 房间中 充满了奇异的香气 宋居士 随即 安然往生 这一年 是 清朝乾隆 五十七年 即 公元 一七九二年的 五月 宋居士 五十四岁 今天的往生故事 就为大家 讲述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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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